今天的装扮特别的漂亮 你也是漂亮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小琪 其实来红海之前 你会特别要想一下今天的装扮吗 我会啊 就不要跟红海龙一提 变色龙 昨天我穿着有航红的领服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你还能选择在红海 然后一个人都飘过去了 那到底是这样一点 所以今天穿了一些白色的 主要是跟飘哥搭配 因为飘哥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型男 但是她这个型男的这个里面 通常都让大家 都隐藏得特别好 所以她特别有心 然后我为了配她 所以我真的也是帅气 哇 帅哥 两位真的今天超搭的 飘哥你好 刚才小琪说 你平常在时尚方面隐藏得特别深 可能是因为影视作品当中 不太容易把自己的个性展露 去把在穿着方面 对对对对 今天这一身是您自己打扮的 还是有造型师打扮的 今天在时尚界是第一次成为 比较暴露的一次 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上海 太热情了 太热了 今天艳阳高涨了吗 对我们今天是黑白配 我觉得还是百搭的 他们这是自己的想法吗 还是设计师给你们想法 对对对对 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 想要让穿着一身 后来放弃了 结果我今天就说非常好 你说 小琪哥哥就是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是吗 对他不敢穿 然后我们就逼他穿上了 好帅哦 他们说很性感 哈哈哈哈 那他对接下来 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 要跟大家见面 对对 这个月底下月初 我的新片 盲看马路要上运 几次到上运队来演出 所以先看 嗯 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 也是我当初初中导演 再度合作的一部电影 同时也是跟游多华 也是再度合作的一部电影 哇哦 上部戏的时候是空包的时候她做我的老板 是 这次是我做她的老板 太牛了 这边可以要去电影院 亲自支持 小琪呢 有什么新的作品吗 哇 我现在正在拍拍摄一部3D的金属电影 哇 接下来跟大家见面的话 可能就是有一些电视剧 马上多短路去上新的 然后具体的到时候 展示打枪 好我们期待小琪跟空包的新的作品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她们听到没见